Hello 歡迎回到有台火 對呀 有台火回來了 無論是戲劇 舞蹈 音樂 任何藝術界別 總之你有火 你對藝術有火 你對舞台有火 都歡迎你來有台火 大家對這些有興趣的話 亦都歡迎你聽有台火 Hello 歡迎回來有台火 今日的有台火 剛剛送走完泳池的三位朋友之後 現在有另外三位朋友來了 上水了 對呀 上水了 今次有一個我聽過的名字 跟剛剛之前的交界幾個水很不同 這個叫異言體 對呀 但哪個言呢 我先不說 這個讓他們說 讓你們慢慢說 今天來的三位朋友分別是 大家好 我是Cammie Hello 我是Tracy 說中文名 我是黃顯雅 我是陳婉婷 對呀 介紹一下這個很重要的 還有CCDC武力中心的Jacky 對呀 還有Jacky 大家好 你好 對呀 她可以隱蔽一點 我是來插嘴的 其實她是這麼隱蔽的 因為她是CCDC武力中心的節目總筹 對呀 正經的事是想給她說的 我們就說說一些輕輕鬆鬆的 說說一些創作的事情 Tracy 和Cammie 今次這個異言體 我剛才剛剛在咪前的時候 我們就聊了一些事情 原來這個之前的創作 其實不是這次的 緣起是何時呢 是上一年 我們已經做了第一次的創作 對呀 上一年 我們的創作是比較小一點的 就是10至15分鐘左右 今次呢 我們是將它延長了一個 每人25至30分鐘的 開始呢 就是在東邊舞女團的 那個叫做原創者的show 我也有看過 其實一個很幾位的舞者 有一些很短的piece 那時候開始 就是今次創作的那個源頭 其實今次有些什麼契機 會覺得將這個短的piece 把它去延長 或者可以加更多的元素 進去呢 因為其實上一次呢 那個創作的過程呢 其實都比較不夠時間的 那上次來講的作品呢 其實都可能是 只是可以帶出到 我想他們做的某一些東西 還未帶出到再深層一點 這個是不是你第一次編的一個 這個長度的一個舞 即是上次 上次是15分鐘 即是很短的 是是是是 第一次編的 第一次編的 是的 跳舞就跳了很多年 多少年了 很多十年了 十幾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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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是跳舞 都是最初是不是 好像一般的少女 都是從芭蕾舞開始 不是 我想一下 小學那時是芭蕾舞的 不過 後來被媽媽剪掉 那就不能跳芭蕾舞了 那就變成了跳著士舞 就跟一位 是在香港演藥學院畢業的 在音樂學院的 一個導師上跳的 是 那開始進去APA 其實都是 打算讀音樂 誰知道讀了一年之後 就 課程就 沒有了 那我們就要轉去現代舞 很少聽見這些例子 是被迫轉去現代舞 被迫轉去 而且是芭蕾舞 是剪掉的 是傳奇的人物 小朋友 像鴨仔一樣 其中一隻 剪掉了一隻 為什麼這樣 那個路途 又不是崎嶇又不是艱辛 只是有些波折 其實堅持下去都是喜歡跳舞 沒錯 最重要是喜歡 最吸引你的地方是甚麼 你的意思是跳舞 最吸引我 就是我能夠不用說話 都能夠向其他人表達到我想告訴他的訊息 這個真的很重要 還有有些事情是說不出 你跳完之後可能是舒服了 是的 是的 但今天你還在說話 你去表達 今天 所以今天是比較困難的 很害怕 你看到他穿貓字 他一直在找 他穿貓字 才是火穿貓出去 沒有電 沒有電 有電的 聽著聽眾 可能看不到 看不到的 我遲些要搞一些影像的事情 我們看看現場是怎樣做 不過不要緊 其實我們大家都是輕鬆的 我們去聊聊那個作品 這次你的作品叫水亂2 是的 和上一次的作品其實是有甚麼分別 加了甚麼 其實我上一次的作品和這次的出發點是一樣的 我就是想用一些情緒去發生 因為我自己很想做一個很感情的部分 我開頭第一次創作 就找了三個舞蹈員 兩男一女 首先我會在舞蹈員身上發掘他們的特質 我不想強勁給他們一個情緒 我會覺得他們跳得很不舒服 所以我打算在他們身上找一些特質 再看看有沒有發展下去 誰知道最後的結果是 在表演之前 我只能幫他們找到一些角色 即是一些角色的東西 但沒有好情緒 沒有很想表達那種情緒 這次我找了五位女生去做 為甚麼我找了五位女生呢 因為我覺得女生可能是給人一個感覺 比較感性一點的 可能情感方面波動一點的 比較容易在這個題目發揮到 所以這次我用了五位女生 這次的部分跟上次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著手在他們的情緒上 多了很多發展 就是我在他們身上找到他們的情緒之餘 希望他們能夠散發出他們的負能量 其實不單只是一個演出這麼簡單 其實是一種很… 很多人都說是被演者 最重要是你很認識自我 還是怎樣去把自己去介紹給別人 都可以這樣說 但我這次主要 譬如有朋友看完 可能有看過Jazz Run 他們會覺得好像 好像我們最近在演的那部電影 玩著老朋友 我自己沒有看過 我就上網看過那些介紹 對呀 對呀 那些人就說那些介紹 挺重點的 就是我想說話 但唯一不同的就是 可能那一部電影裡面 它是說到有開心的角色 即是快樂或者憤怒 即是相反比較大的 那為什麼我選擇只是負能量呢 因為我都認為是 如果你要由一個不開心變成開心 是很難的 但如果由開心變成不開心 其實是很簡單 所以我覺得是有需要在這方面發展 很多人都是有一些 很多人都是有一些黑色的情緒 但有時候很容易被牽動 都是 即是身邊朋友或者家人 譬如你那天很開心 但身邊朋友或家人突然很不開心 說了很多負能量給你聽 那你可能馬上都會被它影響到 其實這部片這次拉長了一些地方 就是我想說 他們周圍都在互相影響 對呀 對呀 最終就是形成這個很水亂 沒錯 對呀 對呀 黃顯牙 對呀 你的作品呢 我的作品呢 其實這個作品應該對我來說 是第四個版本 因為其實在我在學期間 我剛剛畢業 在學校裏面也有學一些編舞的課程 其實我已經展示過兩次 但兩次都有不同的改變 去到剛剛東邊 上一年的東邊 就是第三次 今次是第四次 所以對我來說 我對這個作品很熟悉 我自己來說 還有我自己也很喜歡玩情感方面 情感和空間 其實給別人有不同的感覺 即是一個人和人之間的距離 可以表達不同的情感 所以我很喜歡玩這件事 在我編舞方面 我都繼續用這個方法去做 但我沒有Tracy那麼好人 我真的會畫我的舞者 心裡最黑暗的那一面 我試過 因為我這個部分是說 歉 Fear 那怎樣去面對一個Fear 那我第一批的舞者 我就跟他們說 你心裡最怕最怕是甚麼 那我記得有一個 男舞者跟我說了一個例子 她很怕蟲 她很怕會彎來彎去的蟲 然後我就給她一個項目 我現在的房間很暗 沒有任何光 那你躺在地上吧 然後呢 我就用手指在她的身上走 然後扮演一條蟲 她是害怕得 喊救命的 因為她不知道是甚麼 所以我是一個 挺衰的編舞 我覺得自己 因為我真的喜歡畫她最新 因為她知道我跟她有一個共通點 有一個共鳴 自然她在Piece那裡流露出來的感覺 是會真 我喜歡帶給觀眾是一個真的感受 而是一個虛擬的感受 這次第四次 即是第四個版本 從頭的三個版本 直到現在這次製作第四個版本 你覺得其實那個轉變是怎樣 在動作上 轉變很大 由她們很單一的動作 到現在複雜化 在她們身上 找到不同的情感 來演繹一些動作 我自己覺得 變化是不同的 今次是動作豐富了 之前可能是真的用情感走 但今次是情感知道了 感受到了 就可以用身體帶多些出來 反而是多些 還有今次幾次的舞者都不一樣 上次第三個版本和第四個版本是一樣的 第四個版本是一樣的 有不同的舞者去嘗試 任何人的那種協議都有很多不同的 其實也給了你很多其他創作的想法 在裡面 其實也是 因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覺 但是我自己做編舞 那支舞出來的時候 我反而會問回觀眾 你最怕又是什麼呢 我喜歡切紋性多一點 不是我看完一支舞 我就覺得很害怕 就算了 那種協議 其實有些未必是去面對自己很害怕的形象 有些可能是在其他模型的協議 其實是 譬如有些人害怕鬼 我自己也很害怕鬼 但是鬼是否真的存在 那未必是 只不過是一個心理的影響 因為其實我做這支努力的時候 我也有上網去搜尋 看看究竟恐懼是什麼呢 怎樣會有恐懼呢 其實有很多例子都會告訴你 其實一個心理影響 你小小的嬰兒出來 你根本不會知道什麼叫恐懼 是因為環境 因為聲音 而導致你有這種感覺 譬如你去到一間黑房 你這個恐懼就會出來 這個是什麼地方 很陌生 有些人都會覺得 表演是一種恐懼 面對群眾也是一種恐懼 你們作為表演者 也不是很多年 也只是一段時間 有些經驗 你們是否記得 你們初次去表演的心情 我自己會緊張到胃痛 但也會四頂繼續去 因為你始終是on show 通常是吃了東西 我們也有不同的經驗 你開場之前 那些感覺 初初出來表演的時候 我覺得有一個輔助 我到現在還有 永遠第一次on show 可能跳四次 但第一次on show 臨開場的五分鐘 站在台旁邊 突然說 我上去廁所 我每一次都是這樣 這個心理作用上太誇張了 代表我自己很緊張 但其實 跳完整個屁股 你都不會上去廁所 這根本就是假象 不過 就算是很多年的經驗 出去那一刻 總是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怯 總是好東西來的 總是有一點點 你不是有那種怯 你總是懶懶走 總是覺得自己 好像沒什麼 但怯完走出去 好像喝了酒 真的有些演者會喝一點點酒 這句我也有聽過 不同的輸壓方法 都有聽過 Tracy呢 我第一次的表演 我剛剛想起是現代舞 但那個現代舞 不是我一心想參加的 因為我原本想參加那個叫做 但我當時不知道 就參加所謂的現代舞 以為是電視跳那些 我到表演那一刻 我都不相信我自己跳舞 所以我當時是不會緊張的 當我認識了現代舞的時候 我就非常緊張 不是那時候的狀態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 一種怯是一種對未來的一種 未知的感覺 當然你說怕老鼠蟑螂 怕無蟲 那些有型的東西 有些人會覺得 有些人會覺得 你以表演作為職業 怕不怕啊 可能這才是他們面對最大的協系 都會的 這些是一種社會性的東西 Kemi 你剛剛畢業 你也是主修現代舞 你又覺得 現在還未協助嗎 現在還未協助 多年的經驗 已經開始對協這件事有少少減退 但也會有的 不要緊的 你的台邊廁所近一點 不行的 你還有五分鐘 你要準備好 你很難去廁所 真的 那種在輔導門前面 是有點猶疑 但出去之後 你就會混身解數 回來 雷在地的一件事 不管 這就是表演的那種亡蛾 我想作為表演者 一定會有經歷到這些 其實我也想知道 當然跳舞 你們也有很多 其實有時候 編舞那種滿足感 又很不同 反而你的意思 傳達了給你的舞蹈員 令到他們做出來的感覺 跟跳舞 即是自己的獨舞 這件事 你們怎樣看 我覺得很不同 因為其實我會說 我自己一個開心舞者 因為我很喜歡開心的東西 我喜歡跳舞 跳舞也是快 又開心 這樣 所以 跳舞就是喜歡開心 但被人跳就喜歡 跳一點不開心 對 我又覺得 我喜歡假裝無從 對 但下次你跳舞 我就假裝他 哈哈哈哈 因為做編舞 你可以探索很多東西 尤其是 將你自己心裡 最 裡面的感覺 你可以帶出來 可以透過 自己帶出來 又有點害羞 當然可以透過 人家去帶出來 所以做編舞 我覺得和做舞者 都是兩件事 如果叫我做舞者 跳一些那麼暗的東西 我又會覺得 我不笑不行 我有點辛苦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 在台上笑 所以我覺得 如果我在編舞的時候 我就會向這個方向 是的 但我們經常看一些 內容很酷 通常是那些 中國沒有很開心 那些 中國沒有很開心 尤其是有時候 你可能被他們的一號笑容欺騙了 哈哈哈哈 這個就是不同 沒有一種表演的方法 這次合作的 你也是之前合作過 Tracy 你呢 我那些就是其中一個女生 合作過 因為上次是兩男一女 那就是留下一個女生 就是這次 找多了四個新的女生 是的 是的 在合作方面 你又覺得 他們怎樣 很開心 因為我最喜歡 跟新的拍檔合作 因為在他們身上 其實是發掘到一些 我未必會看到 或者知道的東西 就是透過他們 跳舞得回來的經驗 我不用整天安排 我的動作給他們跳 其實他們帶回 他的動作給我 我覺得很新鮮 這一點是 就是我在每個人身上 都拿到不少 就是他們跳我的動作 我又在他們身上學習 我覺得是 就是師姐 其實你們在 沒有別的意思 其實都是 你看回他們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自己 好像看回以前自己 我看他們的時候 我每一次都有想回自己 到他們那時候 我第二年的時候 都沒有他們那樣精靈我 我說 我第二年的時候 都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但是現在來說 不知道 那些全部APA的師妹 都覺得是 想法 動作 各方面 比我們之前 成熟得快了很多 是的 我真的覺得很欣賞他們 不過大環境又有轉變 是的 很多很多 現在我們都接觸東西 那種快捷的東西 是快到我們 我們想不到 是的 是的 反而這件事 是不是真的 對於創作 可以有很多 很多新的衝擊 是的 即剛才可以上網去搜尋 看一些不同的東西 還有現在可以看到很多 即未必 未必去很多地方 但已經可以看到很多 資訊的時候 是的 對創作 其實對創作可能有幫助 亦有困難了 是的 其實有的 對我來說 譬如 現代舞 我覺得最可以是 找生活的題材 所以現在發生很多 時事 或者各樣 都是其中一點 令到你 啊 我很想做一隻毛 是關於這件事 但是有個不好處的就是 因為現在網絡實在太過發展 每個人都做過這件事的時候 那自己會用什麼方式呢 又要去想 怎樣去發掘另一個方式 去做出來 所以也有好有不好 大件事的是 他們那個排練裡面 我發現他們是要避開別人用過的方式 是的 他們有空就告訴我 我想這樣我想這樣 但不是啊 誰做過 他們要避開它 即現在的資訊 其實有好有不好 反而又要另一件事 要鞭策自己 真的要創新多些 要再嘗試多些 所以就說 為什麼 看現在的 比較後一代 會突然之間 會很 那種想法是我們想不到的 是的 這次就是CCDC武力中心的 武道延續創作平台 這個是一個新的平台 是的 這個是我們這次 第一次搞的新平台 找了他們兩個來幫忙 兩個短片 大概三十分鐘左右的片 連成了我們一個節目 自然體就是延續的延 沒錯 這個是一個 真是顧名思義 是想有一個對於他們的作品 那個原意 已經work了出來的東西 有一個延續 有一個extend的想法在裏面 因為很多時候 一個作品不是那麼容易 可以有rerun 又或者是有再發表的機會 很多時候他們就是想了很多東西 試了很多東西 在剛剛開始成熟的時候 那就完結了那個show 我們都覺得 有需要是 要淋一下水 幫作品淋一下施肥 尤其是他們剛剛在去年 發表完的作品 他們經歷了一年 可能會有很多時候 哎呀 總之我那時候就這樣 不是的 想回到我又想這樣這樣 加一些東西下去 那一定要給他們一些機會 那這個作品 才會慢慢成長 而且也很希望有一些 比較有潛質的作品 可以有更多的觀眾 去給他們意見 面向更多的觀眾 所以我們就 好了 我們就打起這個平台 讓他們可以有一個 繼續 和自己的作品對話 我經常都說 和自己的作品對話 去研究自己的寶寶 究竟你要生長成怎樣呢 我想給你什麼東西吃呢 有這樣的機會 讓他們可以再 引育多一點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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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自己的創作力出來 這次和CCDC 和我路中心的這個合作 就可以將這個演出 再有一個新的版本 出到來 你們又覺得怎樣 在現在 不是一樣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因為其實 現在 會有些滄海為主 先拿出來 其實也有 因為 去年我看過 有影片 有底部 再看 然後再令我發掘 看看怎樣可以再延伸到現在的這個項目 我一直看的時候 我都一直問自己 哇 為什麼當時可以放這些東西出來 為什麼會這樣呢 可以給你 是後悔 現在可以先後悔一下 看看怎樣可以再再展示出來 另外一個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 現在香港 我覺得 又不算很多 給新的編舞出來 去編舞 其實不算多 尤其是我剛剛畢業 更加熱心在這個事業上 就想快點找多點東西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不停發掘 不停去創作 其實是 這個CCDC武力中心 就扮演了這個孕育的角色 就是可以找多點 我們可以再去發展多點 可以令到一些有的想法 可以在一個萌芽的時候 可以有更好的一個成長環境 其實很多其他的藝術形式 都是這樣的 譬如有很多話劇 都是這樣的 之前只有20人看 然後我重新的時候 我就變成一個80人 起碼可以計算到票房 都不用蝕那麼多 環境那裡可能做十場八場 然後可能有人看中了 然後可以去一個 大一點的地方演出 做長一點 後來就成為了一個 Lyric Theater的一個show 長壽的show 其實不單止是人 我覺得 連作品本身 都有故事的發展 他都需要成長 他都需要慢慢慢慢 令到他更加健全 更加全面 既然我們都有這樣的想法 大家亦都覺得需要這樣的機會 不如我們試一下做 可以試一下延續延續 這些創作令到你們 看看有更多更好的發展 好的 這個show 依然看 什麼時候可以看 就是 9月19日的星期六 晚上八點鐘 和20日的星期日 三點和八點 一共有三場 是的 就是這個CCDC報道中心 就是在 黃大仙的沙田咬島 是的 110號的地下 我們有個賽馬會的舞蹈小劇場 舞蹈小劇場 就可以看到這個 依然體態 這兩個部分 如果看過之前的原創者 可以看看 這次有什麼 新的發展 如果未看過的朋友 又可以真的去看看 這些新的舞者 或者有些新的想法 可以怎樣去引育 可以給予他們多些機會 給予他們多些意見 令他們更加發展得好 在編舞 或者在意念中 可以有更多更好的作品 好啊 希望見到你 是的 希望見到我之餘 希望見到聽改聽眾 都可以去欣賞這個意然 在這個show 好了 今天多謝三位嘉賓 希望接下來的演出 一起順利Goodshow 謝謝 拜拜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